让他对三宝的心情完全破灭 他也会放弃佛法 这都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人没有学佛法之前 常常有意无意而产生很多的邪见 所以当你真正在修行当中 你真的要用心的时候 你不是遇到真正的佛法 是遇到外道 修得奇奇怪怪的 讲神通的 讲改命的 讲三世英国的 弄得你家里的鸡飞口要 家庭都不安宁了 所以尤其在这个时代 你真正想修行的人 你会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包括自己也可能会看到一些 奇奇怪怪真真假假的 讲知识 奇奇怪怪的师父 奇奇怪怪的人友 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经历 没错答案是什么 你要灿躯业障 哪个人友帮我拿一下 投射笔 他可以换电子 他请一个灵雕去换 换一换放进去 没关系 没关系 一个灵雕把我去问 问问她的投射笔 她也在问簧子 她很笨那种红色投射笔 我继续讲这几句 好所以你看这样 忐忑业障 是要对置你邪见 动暴 还有痴迷的毛病 因为你常常散出业障 所以你才会获得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两知一有 你才会真正得到正法 而得到解脱 所以忏悔 忏就是悔 就是感过自信 永远不要再造 忏是忏其前千 就是我过去 已经做过的 就要忏悔 悔就是 悔其后过 就神经手照过的过失 所以忏悔完了 就要放下 有很多连友忏悔完 还一直耿耿于滑 这样不太好 比如说你今天举个例子 你跟普利友吵架 你破大骂 骂了他一个 那你就要跟他道歉 打个电话跟他道歉 可能他不理你 你就写个卡片 寄到他家跟他道歉 起码要道歉三次 对不对 他可能都不理你 可是没关系 他接受了 他知道 对不对 然后呢 过了以后 你就要放下 吵架的时候 不要翻旧账 现在人都是这样 吵架的时候 尤其夫妻吵架 哎哟 我想当初 我怎么败了 才嫁给你 这样子 哇 他想得更切 我当初也是脱婚了 才跟你结婚的 你看 吵架不是翻旧账 这个是不好 一个 你心中没有方向 第二 你又继续造新的口验 所以过去了就过去 不要再提 所以忏悔 要知道自己错 然后永不再造 永不再造很难 但我下面会讲 有时候你忏悔完以后 你会发现 你还会再造 举个例子 冲烟 喝酒 或是说谎 这是我们人最有利范的 对不对 你为了说一句谎话 你要编很多很多的谎话 来包装它 然后你还 把他编了十句 然后他明天再编了二十句 对不对 还前后毛不都不一样 所以 那你就干脆跟他道歉 道歉并不丢脸 道歉是很勇敢的行为 就跟他讲 对不起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英文叫Please forgive me 对不对 可是也会给他道歉 来做借口 小朋友常常跟妈妈 常常一直道歉 都有借口 这个也不好 可是我们要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所以忏悔至少有三种 在没有看之前 先看图片 这是五台山 我拍到的西藏的方法 在大佛塔 并且 旁月寺 这样大于白 做什么忏悔 叶悔 参悔我们身口意 所造的恶业 所以老实说 希望这一次的讲座 上一次跟这一次 可以帮助各位打开心量 其实我们很多华人 都还不够用功的 西藏的大礼拜 是十万拜的 老佛上 你们呢 拜二十一拜 就挨挨叫 你每天呢 就是晃啊 晃啊 你真的要用功 也没有人要用功 他在这个佛塔 要拜十万拜大礼拜 每天不一样 有些一人拜完 有人呢 八个月拜完 有人拜一年拜 每一天 又有功就会拜 然后拜十万拜大礼拜 掺除我们 无量节身口意 有意无意所造的恶业 你看 西藏来的喜欢朝圣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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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圣地的外面 三步一把 这样来 你看那种前程跟东敬 其实我们北传跟南传 在这个方面 我们还要惭愧检讨 对不对 所以各位开心 开神八月 每天拜一百零八八 这位子录拜 十万拜 拜到你佛塔 拜完全一佛山 对不对 拜佛是很好的养生运动 而且可以掺除你的业障 你拜佛的时候 你就不会跑去业电做坏事 因为你身体在这里 当然意念 你可能还会打妄想 可是起码你身跟口 你不造恶业了 身你拜你拜佛 口呢 你一定大部分说念佛 或念咒 对不对 意念呢 慢慢调谱 所以各位联友呢 很多人呢 都已经很难得了 可是我刚刚问到很多人以后 师母用光二十年三十年 不要在我面前讲着 二三十年的无量节 只是一两秒钟而已 其实各位还是不够努力 所以轮回有很多的鼓劳 好 接下来看 颤可业障 请看经文 先看经文 请看二十四页 第七号 父字善男子 言颤足业障 者 菩萨自念 我于过去无始结终 由贪生吃 这个烦恼 而发动 身口意 身是行动 口是语言 意识意念 造出过无量无边的恶业 这个恶业无量无边包含有意的无意的 不管你学过前跟学过后 接下来 假如这个恶业有体相的话 有体相是他看得到装得下的话 比如说假如我们骂一个 举个链 看我表演 假如我骂一个叉叉叉 就像那个漫画书有一个怎么样 Logo 就是气泡 假如我讲一句人家坏的话 就有一个气泡的话 我告诉你 整栋大了 就装不下了 意思是说 假如这个恶业有体相的话 净虚空遍法界 都已经装不下了 无量解所造的恶业 现在呢 我听到的佛法 我今以 我今西以 清净三业 就是虔诚的身口一三业 对于净虚空遍法界 一切诸佛菩萨面前呢 极为成差的 一切诸佛菩萨尊情 他不是非尊哦 对一切诸佛菩萨前 我都诚心忏悔 所以我上次才教你 你要观想一个人 百无量里边的佛 一人里多佛 诚心忏悔 诚忏悔要承受于诚心 下面画起来 看一看那边 诚心忏悔 厚无护照 横住境界 一切功德 这四句很重要 你要诚心 举个例子 我看到了现在的年轻人 在香港也是 新加坡也有 台湾也有 我们有时候做年轻做服务也 I'm sorry pologize sorry 我说 pologize should from your heart not from your mouth 意思是说 欢迎给了挑战 跟你要道歉 要从你的心道歉 而不是嘴巴讲讲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们服务不太好 其实你根本没有对不起的心 你根本愿意改良 你的对不起都是嘴巴讲讲的 那个不叫对不起 所以我就很不客人讲 pologize should from yeah pologize should come from your heart not come from your mouth 道歉要从你的心 不是嘴巴 然后你就知道 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 有些航空公司 给你delayed的 你会发现 I'm sorry I'm apologize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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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I'm so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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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人家走囉 他的酒被打 玩一下 雖然沒有喝酒 但這樣很爽 為什麼 那就要洗濟 剛好我唱的一首歌好像是 一句修喉酸這樣 一句修喉酸 然後悲哩舞蹈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其實你現在告訴你自己要戒煙了 其實你看到煙心還是癢癢的 說謊是這樣 所以你快發覺 重視你懺悔了 今天你知道錯了 然後呢 來佛國上面懺悔 你就告訴我不要佛 我一定發誓 我一定發誓 我絕對不會去 結果老佛說 你看啦 你還是這樣啊 所以你自己也很會失望 所以要恆住境界 請看 要持界 界定位的功德很重要 恆住境界且功德 接下來我會講 在二十四頁 二十二頁 待會會會講 極天菩薩講 忏偉要有四種力量 才可以轉動你的業力 忏偉並不是嘴巴講講的 我現在要趕 改了那你嘴巴趕 講 可是你發覺 你卻很難控制自己 比如抽菸 喝酒 賭博 說謊 好 這些就是很難改的習性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 所以請看 忏偉至少可以分為三類 二十四頁 第十六行 第一個叫 伏葉燦 伏葉燦 就是在事項上 就是說 扶住你心中的膽脑 假如一念佛來講 就叫功夫成片 譬如說 舉個例子 你現在念佛 望迷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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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也要念一念 你發覺 你看到人家有比高興 然後你開始要發脾氣 噢 望迷陀陀 然後我教你一個方法跟他 假如下次呢 假如人家罵你們要生妻子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講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站著比較快 一個呢 你就跟他講抱歉 如果我有事情 決定在廁所 我先聊了兩大便 假如現在你在家裡 老婆罵你 你的心會像什麼呢 就像要燒著火炭 水澆上去 站著不要動 讓你的心念可以更強 你一直念到你呢 氣消了你才離開 這個叫做 伏葉燦 你念佛教來解釋 這樣也是這樣 因為你剛剛發脾氣了 然後你下次會知道說 你看到我今天很高興 可是有天看到他 你就不順眼 但你開始這樣 你就開始動念佛 就開始要準備跟他吵架 那你跟他講 噢 對不起 我有事了 我到一下廁所裡面 門關起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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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要改換空間 這個功夫比較粗淺的 這叫做 伏葉燦 就是說 什麼叫功夫成片 簡單講 看這裡 你的煩惱像這個 墨魚下面的墊子 它像草一樣 你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像石頭鴨草 然後你的呢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念一雙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有時候你會覺得有效 有時候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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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剛剛收掉 對不對 人家呢 講我一句 沒關係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有些連友 尤其是老菩薩 有時候我也會試驗上的學生 哎呀 老菩薩 你好用功阿 你最近很發心阿 對不對 師父 沒有啦 哪有 修得不太好 就走出去 走到樓梯 講不理道 可見呢 你的心本是才能帶你 我身會常常摸我的學生的 對不對 有些人是愛聽好聽的 那有時候呢 師父講話 我告訴你 我三天都不來佛堂 都不來一個好 回家了 師父鼓勵你是對的 可是表示你的心太受歡迎了 境界底下 鼓勵你喔 就發始充滿 今天都來佛堂 師父講你一句 又不高興 我告訴你 我三個禮拜都不來佛堂的 其實吃虧的是你自己啊 對不對 你又沒有付心血給我 我也沒有欠你啊 所以要調過這個心並不容易 接下來看 第三個是比較難的 叫做滅葉菜 第一個講 扶石頭鴨草 第二個是轉葉菜 轉煩惱為不體 比如人家罵我一句 我就轉過來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轉為優秀 人入波羅蜜 第三個叫滅葉菜 就是你知道外境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昨天講過 你能夠了悟一切都如夢如幻 你這樣子才能夠明星見信 霸彻大悟 所以進口中來講得到 離心不亂 離心不亂是上輩往生的 好 接下來看這首祭壽 專心釘 這首祭壽有點深喔 好 你們會問我 師父那懺悔 我們在半餐禮獸有這首祭壽 最同 最幸本空 心造 心若滅食 罪易亡 心亡 罪滅兩句空 此則是名真懺悔 這則是禮灿 這個有點深 請來聽聽喔 因為我有沒有問過 最幸本空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造作惡業 譬如我們今天做了 殺到一望酒 或者你講的說謊 或是你騙別人 你為什麼都會有業呢 因為你有我 我今天騙了一個人 那你就跟這個眾生 結了不好的惡緣 所以你就會受苦 你為什麼會說 你有很多病痛呢 可能在過去有意無意的時候 殺過很多生 尤其很多在家裡居使 那你當喜怒的時候呢 婆婆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鄉下的時候 很多殺雞 殺鴨 殺了很多眾生 你拿刀子去殺害眾生 可是你如果不做的話 婆婆跟公公也不高興 當你學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後悔忏悔 因為你拿刀而傷害了眾生 所以你身體的病痛就很多 那是因為你有我的念頭 還有加上工具去傷害眾生 因為我工具跟傷害眾生 所以你產生了無形的惡業 好 這個是就事主義而說 可是假如以聖意義來說 假如舉個例子 先來各位晚上做夢 請問 現在晚上做夢 你晚上做夢呢 夢到呢 你已經煮完飯了 可是呢 婆婆叫你說 明天要有人生日 打工生日 你要煮悲劑 結果你晚上啊 還是很忙 睡覺了 人裡躺著囉 然後你還說 活到廚房去 然後燒開水 然後我還是拿起太刀 上機 對不對 殺完殺了 不小心一起 哎呀 流到我的血了 結果嚇死他 半夜醒來了 請問 請問 夢是真的還假的啊 味道嗎 假的 假的 你確定嗎 你覺得夢是假的 那請問 你人在夢裡面 你是覺得真的還假的啊 真的 人在夢裡面 欸 各位都不講話了 這太飽了是嗎 說錯了沒有關係 真的嗎 你人在夢裡面 你覺得你準備這個 準備那個 然後又殺雞 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手 流血了 請問 人在夢裡面 他覺得是真的還假的啊 真的 因為裡面 他想 哎呀 你是醒的嘛 可見在夢的時候 你感覺是真的 可是夢醒的時候呢 你回想剛才 其實廚房 還有機 還有燒開水 還有切到的手 是真的還假的 假的 是醒的以後 好 講所謂的理燦 就是夢醒以後 最本來是後的 是由你心造的 就像我剛剛比的例子 你做夢裡面夢造 你夢中裡面煮開水 事實上你沒有真的煮開水啊 你真的有開水的話 我告訴你 你一醒的時候 就有一杯咖啡會在那裡 那可是你夢中的開水 還有機 夢醒以後就沒有啊 可見那是暫時的 是你的意識心 像河水一樣流動了下來 所以這裡講的理燦 是怎樣 出六道輪迴 當你開悟的時候 你看到裡面了 一切是假的 所以勇家大師 就是正道哥我在這裡面 他講一句話 夢裡明明有六句 絕後空空五大千 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明明有六道輪迴 你感覺是很真實的 可是當你開悟以後 你看六道輪迴 就像做夢一樣 絕後空空五大千 三千大千世界啊 其實都是不存在的 好 我再講一個例子 以前在影城回憶錄裡面 有一個軍師就問 坦魚老馬師說 為什麼地獄這麼可怕 有刀山劍樹有鍋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好像是地藏菩薩 設計來懲罰人的 答案他說不是 然後呢 他回答 有一天他去做夢 夢到看到刀山劍樹有鍋 地藏菩薩帶他去 原來呢 所有東西啊 是由你興建的 你現在有看到地獄 崩軌出生 好像有很多刑法 你覺得好像有人懲罰你 答案是沒有 所以佛教理系下來 沒有懲罰的思想 溫世音菩薩阿彌陀佛 會懲罰你的 你今天受的這些夜量 是你自己造成的 舉一個例子 你現在在JB 你為什麼是JB的人呢 新加坡的人 你的夜來投胎啊 你不是新加坡人啊 你也不是台灣人啊 好 那你自己投胎 還是你自己住到這裡 好 舉個例子 假如現在你開車 在路上有警察 假如你沒有做壞事的話 警察走來走去啊 對你而言啊 沒有關係 對你而言啊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做壞事嘛 你沒有做壞事啊 警察走來走去 你不會怕 但是假如你現在是小偷 你偷了一樣的東西 我偷了一家的車 對不對 警察走來走 警察是要來抓我 你看 你自己就會害怕 可見 警察真正走來走去 對好人來講 沒有關係啊 可是對壞人來講啊 他會害怕 那你為什麼要怕 因為你偷東西嘛 所以夜啊 是由誰造的 由你心而造的 你覺得你命天命很苦 其實那是你過去是造的 你忘記了 你今天覺得你做壞事 而有福報 怎麼做到很順利 其實你也是過去是修來的 福報很大 所以人啊 了解了這個道理啊 就不會怪別人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的命 是自己造成的嘛 你投胎到好的家 也是你造成的 你身在很貧窮 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怪誰呢 其實要怪你自己 由你的心造的 這樣了解嗎 心若蔑食對壹我 就像我剛才舉的例子 夢醒的時候 對不對 你就不做夢了 對不對 心 夢念停止的時候呢 夢境也是假的 所以當心滅的時候呢 做夢啊 是假的 所以你所造的為業 也是不存在的 好 你剛開始有 能造惡業的人 所造惡業的夢境 當你心跟夢 兩個呢 對地的光念 心亡罪滅兩句後 能所都消失的時候 這個才叫真正的災灰 這是有點深 我講的例子給各位 第一 以前佛戰士的時候 講的祝福上 能了解 佛戰士的時候 有些禹秋 因為惡元現前 他造了沙盜影望久 然後呢 他就覺得很醉過 他覺得 哎呀 我是一個宗教人 我卻呢 業力先前 無力無力造了惡業 我呢 我呢 他就突然生起一個念頭 想要自殺 他握手 他想要自殺 自殺 他不想活下去 他覺得 我很醜肉 我是一個宗教人 卻呢 因為惡業的現前 造了沙盜影望久的事 最後文書菩薩知道了 文書菩薩就換回彼丘來見他 就為他說佛話 怎麼說佛話呢 就是解除他心中的罪惡感 我們英文講guilty 就是告訴他 他做了犯事 他還一直責備自己 所以他滿腦子呢 就一直責備自己 一直責備自己 他想要自殺 文書菩薩就跟他講 你造了惡業完就過去 唱鬼完就沒事 請問有哪一個是真正的永恆不變呢 文書菩薩就為他說 摩仁的教法 因為摩仁的教法 就讓他心開意解 他就被自殺了 就是這首祭壽 這個所謂的禮灿的功德令 這是比較深的 所以他要從福業燦到轉業燦到命樂燦 大家慢慢來不要急 接下來再看 拿 Arizona 就是良好 死則是您真懺悔 Ken 對! 謝謝您 死則是您真懺悔 少打一個字 對不起 可能答字錯誤 請辦 這裏的真 注意聽 或是真假的真 是真心的诞悔 是真如本性自尽现前 就像金刚经讲的真如 这里的真或是真假的真 是真如本性的 跟实相义的相应 因为它是第三个的诞悔 接下来再看第二 吉天菩萨入菩萨情论 请看幻灯片 吉天菩萨非常的了不起 他造了入菩萨情论 我在台湾基金会 花了一年的时间 把第九章除了第九章之外 其他人不讲完 各位也会上网 他的本尊是文书生意菩萨老师 他智慧非常的庄严 让他相报非常的庄严 他在入菩萨的论论里面说 忏悔章里面讲 忏悔要有四个力量 请看讲一根半根面 一般人我们理解忏悔 就是说哎呀 佛祖不安 比如说你对于人做错事了 那你就对他跟他道歉 那华人呢 还面子 华人在古代呢 其实也很传统 对 也很害羞内向 所以华人呢 很喜欢对谁呢 对木头的佛菩萨忏悔 来庙里呢 来庙里呢 打杯关系 好 抱歉啊 我今天呢 对我婆婆啊 不好啊 对不对 我起了真心啊 现在呢 我又对我老公说 好 那你干嘛不跟老公 跟婆婆说道歉 你就是那个点大一下 华人的名字经很习惯 所以华人很喜欢搭菜 金刚菜 大杯菜 药师菜 慈悲三妹妹菜 梁王宝菜 其实在中国人才新生 在印度本身没有这么多菜 华人的文化还喜欢 就是说华人呢 喜欢呢 对一个木雕的佛像 搭菜 然后呢 不然呢 大家一起搭 对不对 很热闹 当然这个忏悔 似乎不会说不好 我没有说不可以 但忏悔要真正产生力量 要有这四个了解 第一个 出醉力 就是你要讲出来 你要知道自己真正错 或者叫做追悔力 你今天知道自己错 其实人呢 有时候是很死 固扯的 不愿意错 还有人 有人知道自己错 脸子拉不下来 我愿意去改 尤其在某些事 你们大家相处 每个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那干部啊 或主席 不主席 给你借你的手 你都会说 我没错没错 师姐 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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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失丘 都是他 都是别人错 我们人能够去讲辩 其实这个不是真心忏悔 第一个你要知道自己错 哎呀 你抱歉 我会讲故事给你听 第二个 一指定 就是我忏悔了 然后心爱归依在三宝上 三宝是绝正经的力量 第三个 我还要有对治力 或叫做环境力 就是你会发现 你虽然讲这次我不要犯 到下次的时候 你还是犯的 所以你要念佛念众 作为对治的方法 第四个 事无犯罪力 也就是要发愿 又称为事愿力 或称事愿力 就是我求佛菩萨 让我永远不要再犯 举个例子 赌博 有些人就很难干 对不对 花钱呢 就永远赌 赌博人为什么很难干 因为他永远相信 今天啊 我绝对会把以前 全部书光光的呢 给订回来 对不对 不到王和幸福死了 然后呢 我告诉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Definitely I will take back all of the money 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对不对 你绝对呢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把所有的钱 订回来 所以其实他是不认错的 对不对 所以听考 忏悔并不是说 我嘴巴讲的 佛菩萨我道歉了 这样 他用这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加起来以后 下次你才会办 否则呢 刚开始不读 大的不读 小的还是读 对不对 没有看到的时候 现在网上呢 也能读博的 对不对 他这样 打电子 还在读 对不对 所以 你要认到自己错 要用去改变 这是很不容易的 好 举一个例子 从前有两个寺庙 一个A 一个B 两个寺庙 那A的寺庙做主持 B也有一个寺庙做主持 A的寺庙 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这么认真的 就是了 叫这个寺庙 出嫁 再加了先做 可是我的寺庙 常常吵架 然后他在哪 另外一个B的寺庙 很奇怪 离我们没有音乐 结果呢 那个寺庙的主持 很年轻 可是大家都非常好 像兄弟姐妹 在家住家 都很疼 然后呢 幸福越来越多 活动越来越多 那这个A的寺庙 他就觉得 还奇怪 一样啊 我也不会比他差啊 我出家 介绍不太高啊 我的活动经验 比他多 我要透露的看 到底他寺庙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合 有一天呢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 天空比较暗嘛 他就把他披个 这个斗篷啊 就轻轻地走过去 走过去呢 他就到另外一个B的寺庙 站在旁边去看 他就看他呢 他看到荧幕是什么 有一个师兄弟 在拖地 拖地 大地嘛 恭喜我完了 他在拖地 拖完地呢 有个师兄弟走进来 走进来 不小心呢 因为水没有干 他就滑倒了 结果呢 他们两个说 哦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的错 他说哎呀 那个师兄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才哦 不用心 对不对 我在拖地 我水没有拖干了 是我的错 才让你滑倒 结果那滑倒的师兄弟 还要他感到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工作 我打扰你的工作 是我的错 实际上我可以晚一点再见 他们两个就这样 合掌 跟各位双方说对不起 对 这一个师庙看到住 只能看 哇 真了不起 原来 他这个师庙为什么合格呢 因为大家都会反省自己 都会认为自己不够好 你想想看 假如现在在师庙里面 假如一个在拖地 一个进来滑倒 一个哪 一定是不过大吗 你搞什么鬼啊 你不知道我在这边拖地啊 你不能这待会再进来吗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说 你搞什么鬼啊 对不对 一板拖地呢 湿大大的 小朋友 如果老人呢 竟然他会脑震荡 你看那个就吵架了 大家都只认为 别人错 不是我错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故事我也讲 我上街我商业建设看不平 假如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错的话 这个团体不会进步的 对不对 后来就一个师庙 就是看到了很感动 他才知道 合格啊 才是一个团体 新生最大的关键 为什么呢 请看看那边 每一个人 透过四个力量 都知道是自己错 因为自己错 我才会带来别人的不方便 因为自己不用心 所以给你麻烦了 师兄师姐对不起 假如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不够圆满 那你才叫做真心的认自己的错 了解吗 所以忏悔是要这样做的 比如说我们嘴巴呢 念一念到魔狐撒面前 万一狐撒 催催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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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你的心可以稍微清凉一下 可是你的依然不一定完全转动 请看下面 第三段 24页第25号 六祖归能大师的开始 请看 中国南华寺六祖归能大师的肉身 还料不起 现在在 六祖归能大师 还有一个攀山大师 跟武侠和尚 三个肉身都买在 你看看 我们一个人在新山 一天呢 如果不洗澡的话 身上都臭死了 三天呢 可能就像酸菜味一样 别人闻到味道的满满 你看 六祖归能大师 修波尔波隆力的功德力 在弘扬 国法利益众生的功德力 它发愿成为肉身 不生不灭的肉身 让所有人对国法生起信心 大家有些人 东南亚也很喜欢讲六祖彈经 这是中国式的经典 很好 其中呢 其中有一段开示 请看 二十四页 以二十五华 六祖道士语 若真修道人 不见他人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 却相左 好了 会解释 他说若真这个修道的人 是不看到别人过世的 那你就会说 师父这很难 我做一个干部 我都要看到别人有优点跟缺点 我做一个老板 我也要知道这个员工好跟不好 那不然我怎么教他们呢 没错 你讲的这个是世间法 这里讲若真修道人 不见他人过 是出世间法 意思是说 真正一个修行的人 每天看哪里呢 看自己 提醒自己 看自己的念 就像一个例子 你的眼睛 每个人看 都看三千大千世界 可是你的眼睛 看不到你这里的眉毛 真正修道的人 他念一念都反省自己 他会反省自己 看自己有没有妄念 有没有懈怠 有没有表情不如意 其实他是没有时间 去管别人的 这叫不见他人过 不是说这个人呆呆的 连好坏都会不记住 而是他的眼睛 不是专门去挑别人的过失 而是看自己的过失 假如你看到别人的过失 若见他人非 你看到别人不顺眼 其实不是他不顺眼 是你的心很不熟 对不起 是不是想我较粗俗一点 所以你看到别人不顺眼 其实是你的心不顺眼 然后你就得理不饶人的 英文讲very critical 得理不饶人的 一直破口大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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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谁不爽的 是你的心不爽 你还认为今天我骂得非常牛理 对方给你骂了 这场呆呆的 对方跟你骂的 就是笨笨的跟你骂 紧紧的 因为跟你拎嘴 你就吵架 所以他说假如我看到别人的过失 自非却相所 其实是你自己不对 你还跟人家左右的东大西城的讲来讲去 想了解吗 接下来他非我不非 他有错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非自有过 假如我很等你不保留地放不下心中的是非的话 那事实上是我自己的过失 所以注意一听六祖卫能大师讲的这一段 是讲转变你的心诱人 并不是说当个老板 好坏和父亲 当个干部啊 好坏和父亲 不是指这一段 是讲你怎么要调整自己的心 所以但是却非心打竹反马过 我要很用功地来看我自己的心中那种是非的分别心 但是就是很专注地 除去了我心中这种是非对立的好坏念头 你会打破所有能所得对立的一切的烦恼 好跟坏 真爱不关系 注意这里的真爱不关系 不是我们说像无情一样好跟不好他都不管 不是 而是说好跟不好好的你贪爱不好的你讨厌 这两边的烦恼都会影响到我的念头叫真爱不关心 长身两脚过这里有两个解释 一个就是说假如好跟坏都不会影响我的念头的话 然后我每天都很开心 晚上一睡觉了呢 两腿一身就没有妄想就可以睡觉了 这是第一个解释 这是说睡觉都没烦恼 第二个是什么 你一直修道 修道你往生的时候 两腿一身不就走了吗 很断气 所以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 你看到别人的过世的时候 平常你要想 其实我的心对别人有惩戒 所以这个不要弄混淆 当然这一个老师 你也知道好学生跟幻觉生 你要很清楚 但是你不能说 假如你修道人要常常见人家的过世 你就会有个错误的标签 比如说一个A的学生做错了 下次呢 一看到他你就会不高兴 你就因为他永远是老单腿 可是第二次他没有说谎 第一次他说谎 他跟你道歉 第二次他说谎 算了不要讲 你不要骗我了 反正老师就知道你这个个性了 你看 那你就是贴了标签了 你对别人有成见 这样了解吗 好 接下来再看 二十五页 所以下手处不太念醒 是他的学耻 你也常常要有尽心觉照的功夫 然后慈悲三分水菜 各位都拜过 忏悔就有七种心 第一个惭愧心 第二个你为什么会忏悔 因为你怕恐怖 将来我现在造了恶业 我杀了人 对不对 虽然你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 可是将来你还得有因果报应 对不对 中国有句话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你心中有恐惧心 反过来讲 因为有恐惧心 所以你才会知道 因果报应很可怕 你会去忏悔 第三个厌理心 你不希望永远自己生活 在恐惧不安理 最后忏悔完以后 要把一切的众生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要有无疑心 最后要有这个愿清平等的心 看到了吗 你看 现在又出现了平等的字 所以忏悔业障 也是要修平等心的 第六个念佛 报念报佛恩的心 就是我今天会生起忏悔的心 是一位佛力加持 让我知道呢 这个轮回很恐怖 所以我要感恩佛陀 这里的广义说 是要保安 感恩三宝和善知识 狭义的说 单单讲讲佛的意见 最后忏悔完了 就要把他放下 关罪信空 忏悔完了以后 不要让永远放不下 我讲这个故事 因为最后还没来 好 我讲我自己的外症独目 他是惯到 他从小就摆观世音符上 他断气的时候 是我在他旁边的 可是呢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十几岁啊 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时候 曾经做了一档事情 让他五十年都放在心里 因为当时他的儿子 我们叫淑公 他也是一贯道的美团师 我才听问他 然后我的外症独目 因为他非常疼我 我小的时候 他就是外婆 跟外症独目 把我带大 然后家人都很疼我 后来我出嫁以后呢 我去见他 有一天呢 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然后我第一个就问我淑公 我的 我叫他外症独目 就是阿开达 外婆的妈妈 我问他说 我就问我淑公说 学伙第一个要忏悔业障 请问他有没有这辈子啊 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呢 他说有 他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 因为我们乡下嘛 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学伙 就是年间宗教 那呢 婆婆教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 有一次呢 他就拿了一桶水 准备去杀猪 然后因为要做经典 各家人呢 七月呢 都要杀猪啊 打半盖 结果他拿了水 结果不小心啊 经过那个猪粮的时候 不小心啊 因为水太重了 对不对 就打断了 就把一个小猪粒淹死了 活活的烫死 那时候他拿起菜刀 就把他过了食品 然后呢 就把他埋到树叶里面去 然后就不敢讲 足足放这张事情 放了五十年了 所以他常常感觉 会有猪来找他 那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那时候要把他归医 请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因为我是跟我 花珍珠漫的时候 我就完整跟他讲 你这笔子有没有放股像 我说没有啦 我这笔子心都坎荡荡 我说真的吗 那以前那个小猪的事情怎么呢 他就讲对了 哇 可见他心中很恐惧啊 所以啊 他就很恐惧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想讲给我听吗 他一讲的时候就放声大哭了 其实他讲的故事呢 刚才叔公比较要听 我就静静的听 就在念佛 然后听他讲 我说 阿太 我想各讲话给他听 我说阿太 其实你那时候不是故意的 对啊 水太重了 他说你本来是要做其他事 结果把他打翻了 就把小猪就淹死了 他说对啊 那时候我荒乱了 他才18岁还20岁 你知道吗 他拿起菜刀就把全部这样分出一样 然后呢 接了这份就埋在书里底下 然后没有人敢讲 我说你要忏悔 不要怕 你现在念佛 将来发愿 将来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 你要度这个猪 他就问我 可以这样吗 我说可以的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虽然当时他已经不小心过世了 猪被热血烫死了 可是你要忏悔 你忏悔的心 他就会原谅你 就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 遇到别人 伤害了别人 你跟他忏悔 一次 两次 三次 对方他就会原谅你 他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他心就很宁静了 然后我就叫他合掌 念好美国国 然后呢 他当时他要走的时候 他实际上有胃癌 是不能吃饭的 然后等他喝西饭 还有喝水 我叫他念佛念佛 我也帮他助念 然后呢 那时候只有一两个人而已 家里念佛 放念佛基 他念念念 念一念呢 他就问我说 他就叫我上佛上着相佛 我说为什么 他说有佛祖来了 好 那他这样讲 我就叫我淑公去烧香 烧完以后我就去念 可是念了八个小时 他并没有走 但是呢 念完以后他突然就要讲 我很想吃稀饭 你可不可以煮给我吃 我说好 因为胃癌是不能吃东西的 然后我就叫我淑公跟婶婶 睡完以后呢 他呢就很宁静 他说我想睡一下 这样好吗 他说你也辛苦了 我说好 可是那我说心里担忧 万一他睡早了 就断气了怎么办 所以呢 我就让他睡觉 然后就念佛基 放在旁边 还是轮班 一个一个人去看他 在旁边默念 然后念了八个小时 结果念了八个小时 他没有走 然后我们家人想 很奇怪 你念这么久了 我能快走呢 你看 凡夫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全家人都很悲伤 看到没有走 我想说他的业得像大腿一样 不太稳定 他应该没有事 我帮他的皈衣 我就穿了 现在我穿了一只金黄色的家装 我为他皈衣 叫他忏悔 念好与佛佛 他一念到佛祖来了 那表示呢 佛菩萨加持 我是没有看到 但是我相信佛菩萨一定要来 因为我很虔诚地帮他念 念完了以后呢 没有走 可是呢 我跟寺庙请假 所以我必须回去 回去呢 以后呢 我就吩咐我的叔公 还有婶婶家里的人 应该注意什么事情 我就回去 结果回去三天以后呢 他们打电话给我 他又不行了 不行的结果呢 他就开始了 又不舒服了 然后又准备要走了 可是很不幸呢 那时候 我住的地方跟他住的地方很远 我会没办法赶下来 结果呢 我的外婆 跟他是冤亲戴主 主要是冤亲戴主 就是我外婆并没有恶意 但是又世俗的想法 就帮他换衣服 要动他 然后家里就哭 那我妈妈的阿尼瑟学博 打电话给我 我求求你们不要哭 不要动他 你现在他的衣服是带不走的 我上次这么努力 为什么你们都不听我的话呢 那我妈妈说没办法 对不对 外婆决定要换衣服啊 结果呢 他就在换衣服 统统断气了 我告诉你真话 我现在有点难过 我的外婆没有拒绝的时间 我为了他念了49天的经 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我也没有做梦到他 因为假如他做三个道的话 他最疼我 我是一个出家人 他可以托梦给我的 也就是说他来生已经投胎 继续做人了 可能不知道在哪个世界呢 继续投胎 哪个信徒看到我又很高兴嘛 当然就是我万回来投胎的 他没有去极乐世界 所以你没有让他去极乐世界很容易啊 对不对 你看哦 第一次我帮他归姻念佛的时候 对不对 他还说佛祖来了 其实他叫我上去双向 但他未来就完全不能吃东西的 可是他却能吃啊 所以各位啊 常常要忏悔业障啊 还有忏悔呢 要称赞你活着的时候 赶快去讲 有些人很心不甘情不厌 等到最后一个人走了以后才后悔 哎呀 想当初我跟他道歉就好 可是你没有机会吧 所以我们人其实有时候很固执的 往生极乐基督都打满了书生 我这一天也帮助过很多人往生 可是我跟你说 我的外婆是贯到的 他也帮观世音头上 他没有多伤得到 但他也没有去极乐世界 来生不太弱人了 所以极乐世界要真的很用功的 好 讲到忏悔业上 你就知道我们最固执的是什么 因为有我执 好 请看讲义一股实验 请各位听一首歌 下午的讲座就到这里 快要允满了 叫做 上一次我 在今年的3月29号 我给各位穿过念念符哦 还记得吗 好 有些旧的点语的话 比如上过课 新的学友 那就请你听 不应该 好 请看 这个是我们台湾 台湾 我知道马来西亚 佛举也很兴盛 我们在台湾 有一个在家居士 就谈起他 很有禅意 他叫做凡夫 他唱的一个 因为所以 好 这个讲究就是说 到底哪一个是我呢 我们人为什么不忏悔业障呢 因为我们固执 我们人为什么呢 会造很多恶业呢 也是我执 所以我才是你真正轮违的根 我近固执 来自于我们米娜话常常讲的 毕竟然就提提了 有没有 提齿 那就是我持的显现 好 尽管 谢谢 好 方便便 请各位听一遍 先听一下 没有听着哦 没有听着呢 好 因为无常所以 共不智永远 因为无常说 一切都只改变 虽然我只是一个盼顾 没有很高的智慧 但是是遵说也有成功的机会 第二唱 总是要等到生命将结束 人们才懂得后悔 总是要等到生命将结束 人们才不珍惜从前 看那世间被成为聪明的人 有谁知道明天自己是谁 和那些语言听到人的事 总是很快就识过境界 一生追求的自我 到头来温暖西藏你我 和那想念的我 虚幻的我 担心的我 和那无名的我 那个是真正的我 不错吧 我本来是这样演唱的 不够那么强啊 但是太多你唱 你却保护上 你会写的 好 好 再听第二点 你会唱你就跟着唱 其实是很有成为的 你心境会比较高的话 你会唱你就跟着唱 因为无常说 你恐怖都会有因缘 因为无常说 你一切都不会改变 你一切都会改变 所以但我只是一个贩蜂 没有很好地就会 但是试着也有整个的机会 总是要等到证明将结束 两个才能够回 总是要等到证明 两个才会珍惜从前 看那时间被你成为同一个人 由谁成到你身体是谁 看过那些日语的平昂而不识 总是很快又是不准结 一生追求的自我 高过来人不战斥一场迷惑 都能到传绵的火 准备着我 胆心的我 做到不明的我 哪个是真正的我 鼓励一下吧 好不好 好 你找到了真正的我了吗 对不对 请问 善变的我 虚幻的我 贪心的我 我和无明常常把无明火的我 哪一个是真正的你 好 现在翻过来第五十页 好 请看讲义 这个歌词是很有残味的 当然它的音调变化比较大于 不像上一次那个念念古光比较好唱 所以我没有邀请你唱 我只是要欣赏 好 请看本歌词 因为无常 所以痛苦永远不会永远 我们人遇到很多痛苦 我们都会觉得很痛苦 没有错 痛苦的当下真的是很不舒服 但是问题是 痛苦也是无常的 它会变的 所以因为会变 所以也可能变好 也可能会变坏 第二 因为无常 所以一切都会改变 它就要看你怎么去发愿 去努力 有人从无常就会变得更不好 有人从无常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一切的改变打起在你的心 下面说 虽然说我只是一个凡夫 没有提高的智慧 但是释迦摩尼佛说 一切的众生都会成活 所以我话 还是没有成活的机会 所以你忏悔的同时 你要先鼓励自己 跟原谅自己 同样的也要去原谅你的家人 原谅你的朋友 鼓励别人 也鼓励你的朋友 这才是真正修复 现在是大愿的 不要太得理不饶人 不要呢 很多东西呢 就是总是很sensitive 就是很敏感 然后呢 永远在地盼人 好 接下来看第二段 人总是要等到生命将结束的时候 人们才会等到 哎呀 我很后悔啊 想当时没有这样 想当时我没有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讲呢 对不对 人总要到穷途末路的时候 人才会崇起以前我们所拥有见的人事物 看那世间被称为聪明的人 有几个人真的知道明天自己是谁呢 对不对 事实上很多人啊都是拥有路路的来人间啊 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再看看那些每天为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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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选择啊 你不来 我不知道也没办法强破你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常常会忙很多事情很多 疲于奔命 而且让你呢 拥拥路路的事 可是那些事情都会事过境迁的 好 最后看 最后一段很精彩 请问一生追求了到自我 就算你什么都有了 五子登科 五子是什么 妻子 儿子 银子 车子 还有房子 通过都拥有了咧 你的还一定快乐吗 不一定 其实所以不要去羡慕富贵人家 我都说富贵学到哪里 富贵的人啊 其实越放不下 富贵的人 脾气跟喜气呢 是更是粗重的 到头来呢 还是人生一场迷惑 请问 我们每天生活里面 有很多善变的人 对不对 中国呢 有一个叫变脸 有没有 中国有哪个地方 四川 我是没有看过 现在变脸就跟翻书一样 对不对 说翻脸呢 有跟翻书一样 天气呢 还变化很快 琴时多云 好朋友来就看得来 对不对 说翻脸的时候就翻脸 你看 对不对 你对他很好 为什么有利益啊 说翻脸就翻脸 善变的我 假假的我 对不对 各位 我们这次并经告诉你 你不要再假了 如回里面 我们带了多少假假的面具 贪心的我 看到呢 先得到的再说 还有常常发无名火的那个我啊 心里呢 显现无名 请问哪一个是真正的我呢 今天晚上睡觉之前静坐一下 想想看 善变的我 虚幻的我 贪心的我 跟无名的我 请问哪个是我呢 躺在床上睡觉的那个是你吗 我去想一想 你会开智慧的 好 时间到了 今天下午的讲座就到这里 等一下说 站上啊 为什么呢 система局财队 我今天出发一下 在床平头 其实 jó